我們的外賣提供給現場的人使用 但是不推薦使用 那今天的議程非常滿 我是今天那個主持人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Round Down 那我知道現在很多人想要 用盡各種關係來買票 進到這個會場來 但是我們不是用寬容售票 這樣沒有塞車的問題 任業場地有限制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加開 加開多的場次只有這一場而已 大家把握線上很多的媒體朋友 跟網路的朋友都在看我們線上的轉播 所以有幾個Podcast跟他說明一下 第一個 如果你要舉手問問題 你不想被錄影的話 你可以先跟旁邊的人說 我問問題不想被錄影 我就不要拍你 然後我們現場基本上 如果你要拍的人 要取得那個人的同意 然後我們今天的影片全程 一刀不僅人都會在網路上轉播 然後我們的授權是稀稀授權 請不要串感你的內容 你看那個 你不要亂擋 那 兩點開始 等一下TV會講一下 從HeatCon的回顧 根據目前的發展 還有這些漏洞的一些資產趨勢 那第二場呢 Elon他們團隊會講一下 企業安全的那個 問題的剖析 那 下午 下午茶時間有很豐富的點心跟食物 我知道來聽的人都是 這大概是為了食物而來的 所以我們準備了大量的食物給大家 FreeTech 那下午茶之後呢 就是下午這兩場的一些資產事件 從這個 Sony跟南韓 和電廠時間跟這次網路遊戲的一些資產問題 我們做很深入的探討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就是有史以來最豐富而且最精彩的一場套目 好 我們把時間就交給 TD 各位好 我是TD 那今天的議程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那我們下次會考慮辦一天的啦 因為 實在是太多內容了 那所以我們時間必須抓得非常精準 不然可能會拖到大家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有市場演講 市場都 非常精彩 那 好 那 歡迎各位來到今天的FreeTalk 好 那首先我要感謝那個一個一直默默 在支持我們的贊助單位 那幫我們找到場地的經費 然後也提供我們可以吃吃喝喝 有非常高級的點心 好 好 那第二個是 Heatcome FreeTalk是邀請制的 好 那我們為了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從上次我們就開始嘗試線上直播 那上次呢我們是用 非常 不好意思 好 那上次呢我們非常簡單 我們用一台iPad就直播 那這次呢我們 非常開心的可以請到 公民攝影 守護民主陣線 的 的夥伴來幫我們做直播 那他們有高級的設備 然後有 很多轉播的經驗 那 幫我們解針攝護線 好那 所以 非常感謝他們 那 對 所以我們這次 所以 想要參加的人 其實都可以 透過網路來參加 好 那 注意事項 今天是可以拍照 但是只能對著台上拍 盡量不要拍其他聽眾 然後 不可以錄影 然後 會議室內我們是禁止飲食的 等一下 用點心的話是在外面 好那手機請調成靜音 那 連WiFi 自己要小心 好我們提供WiFi 那 不要踢到 社務線 因為 剛剛 有人 不小心提到 所以我們轉播就斷了 他非常脆 社務線非常脆弱 好 那我們 還是 每一場都 還是要 驕傲的講一下 就是我們 我們 台灣的年會 默默推動 國家自然的發展 那 這 我們已經10年了 那 剛過第10年 去年是我們第10年 好那 這10年來呢 我們帶來了上百場的精彩演講 然後 許多國際的講師最新的演講內容 然後 都是 世界上最頂尖的內容 那 台灣不只這樣 台灣派客精彩研究也吸引了國際很多大廠 還有資安專家的關注 那我們也變成了 台灣派客年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流場合 那促進了 很多的 資安的交流 國內外 社群 然後我們認識很多人 然後 也來協助我們 解決很多資安上的問題 好那 我們把國外的高手 帶廠商帶來台灣 我們也把台灣的優秀 優秀的研究 推向國際 好那 每當 有重要的 資安事件 或資安漏洞 發生的時候 如果這個影響範圍是很大的 或者是 我們認為應該要讓民眾知道 讓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們 其實我們那前程就是 很急著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 就會舉辦類似的 free talk 所以我每次的活動都很急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 急是因為 有些訊息真的是非常緊急 要處理的 好那 必須要讓大家趕快知道 然後有新的漏洞要修復 那 在 所以呢 我們都會舉辦 用最快 每次用最快的時間 來舉辦 free talk 那 我們就是從技術的角度 來深入 顯出的 說明每一個資安的事件 或者是當時最熱門的漏洞 最嚴重的漏洞 好那 也會提供防禦的 解決方案 然後方法建議 那 而且我們是 比較中立的 我們不是廠商 所以 我們提供的solution 提供的建議 我們都是希望真的是對 受害單位 或者是對 對一些企業 是有最直接的幫助 那 每一次我們大概都是花一兩天 很快就找到講師 安排好內容 然後大概三天的時間宣傳 然後邀請 那 就 不知道為什麼 每隔一段時間 就真的有 發生很多很多 很精彩的事件 那所以 我們大概是 兩三個月到 四五個月會舉辦一場 那這個就是看事件 看那時候的狀況 我們就是很臨時的 來舉辦 那 我們在場的 我們在下一次都會 再進行邀請 所以我們大概會越來越大 但是 我們為了還是要控制 因為時間 準備時間太短 所以我們沒辦法控制 那個數量 所以 我們還是以邀請字為主 Breetalk 還是以邀請字為主 這是非常不好意思的 但是 我們會盡 盡我們全力 讓這些資訊 是public 是可以share的 是可以即時轉播的 好 那我這場演講 其實我們要回顧一下 2014 我還是在稍微廣告一下 2014 回顧 我們 去年是 駭客年會的第10年 那我們完成很多事情 那 這一兩年來 大家可能可以感受到我們的轉變 我們 從一年一度的會議 我們開始 舉辦各種大大小小的 資安推廣的活動 那也不只是實體的活動 我們會在網路上 弄一些 我們會成立一些網站 然後我們會辦一些 傳遞一些訊息 然後弄一些 造成 弄一些討論 那 那也 辦很多交流 大家小小的交流的活動 那 2014呢 其實最大的 就是我們 第10年 我們成功的把 HICCOM 分成了企業廠和社群廠 那 人次 參加人次 達到了 大概1300左右 兩場加起來 那 不管是企業還是學生 只要 我們希望 只要你對資安有興趣 你都可以來參加活動 那 明年我們也會嘗試的 我們明年還是一樣 會 持續這兩場的規模 然後 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活動 在七八月的時候 本來今天可以公佈 日期和地點 但後來 又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沒有辦法確定 但是請大家 我們今年提早很多 應該會提早很多 時間來 公佈這些訊息 那 請大家密切注意我們的Facebook 那 對 那 今年一樣 我們會持續有兩場 一場是偏企業的 一場是 偏社群的 那去年呢 我們 對 有一件另外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是 我們 籌辦了一個 我們支持了一個 CTF的 團隊 那我們在Devcon 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績 就是世界第二的 駭客界的 駭客界的世界盃裡面 我們拿到第二名的成績 那我們不只參加比賽 那我們其實還 舉辦活動 我們今年也辦了一場 第一次辦了一場 給全世界的駭客 都可以來參加的 駭客競賽 那 這個 那一次 報名隊伍 上肩隊是不是 對 而且我們 世界中最重要的幾隊 最厲害的幾個隊伍 都來參加比賽 所以 明年我們一樣 我們會持續的加強 在這一方面 來跟世界交流 然後 也可以 刺激國內的 一些 資安技術的發展 讓更多的年輕人 對 資安的技術 產生興趣 好 那除了這樣 我們也在HitCon裡面 弄了一個 ChangeRoot的 實習生計劃 然後我們 我們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去 今年的HitCon的 Playground Playground裡面有一個 台灣討駭客 反正就是一個 ChangeRoot的 實習生 計劃 然後你有興趣就可以 先來參加活動 然後你可以來報名 報名就可以上台來 講你的一些 你的背景 然後你的一些 希望 然後 我們有可能會 收你當 我們會請一些專家 然後來 當導師 然後來收成 就是你如果 OK的話 就會變成 實習生 那除了這樣 我們還 支持舉辦了一個 HitCon Girls的活動 那HitCon Girls呢 就是 大家有可能會想歪 但不是 實際是 它完全是 一個 有女生自己主辦的 一個資安的活動 那 主辦團隊 主辦團隊 都是女生 那 重點 就是在於 就是我們平常辦的活動 可能不是從女生的角度來思考 所以很多的內容 其實是 或許會太過 監設 或者是 或者是有點太過 就是 就是 沒有 因為 其實大家知道這個領域還是 以男生居多 那所以 我們讓女生來辦一下這個活動 然後從他們的角度來安排這樣的活動 看這樣的活動是不是 就是會 就是 安排的內容 是確定是適合女生的 然後讓他們也可以比較容易可以接受 那我們在12月月初完成了這個活動 然後 成員有 參加的 參加的成員大概有50到70位 我們明年 當然也會持續的支持 這樣活動 如果 如果 就是大海願意來的話 那 也許活動不一定會只有一次 可能會有多次 那我們不只是會議 不只是和一港一樣的會議 他們還會包含了 一些workshop的一些教學 來教怎麼去學習資安 學習駭客技術的第一步 好 那明年呢 我再可以 這裡可以告訴大家 以上的活動 我們都會繼續舉辦 而且不只這樣 明年我們還有更多計畫 第一個是 正在進行的 就是在這個月就要比賽了 我們第一次舉辦的 一個工房的比賽 因為之前的CTF可能都是解題制的 但是 一個比賽如果要辦成工房性質的呢 是非常困難的 不太容易的 要花很多時間去準備的 好那這次我們 即將 舉辦 支持舉辦 台大和交大的 網路工房 搶旗賽 就是CTF 好那 他呢會是由 台大和交大兩個 這種網路 安全課程的 兩個班級學生 來組成各個隊伍 然後來進行這個比賽 所以是台大 等於是台大 台大打交大 交大打台 打台大 好那 那如果 這次 看來這次 如果這次 成功的話 我們會將來也許會考慮再擴大 來舉辦這種強棋賽 然後可能會把決賽放在 Econ之類的 但是 但是 我們在籌備中 那但是這個籌備是非常非常 不容易的 而且是非常耗時的 好 好那 對所以 1月 將會進行這個比賽 好那 各位也可以到網站上去關注一下 好那另外呢 我們也推出了一個 VA report 弱點回報網站 那 漏洞回報網站 其實是 在一個 一個 對於一個國家 或一個 就是 對 對台灣來說 是非常 重要的 關 就是要提升資安能力 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為 這以目前來說 就是很多的對資安有興趣的研究人員 或者是 駭客 或者是 當他們在發現一些網站的漏洞 或是一些軟體 或是一些機制上 設計的機制上有 安全性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地方可以 可以回報 那有幾個 第一個是 他可能回報給廠商 但 他們由他們直接來回報廠商 通常在 在資安還 不太健全的環境下 其實廠商不一定會理會這個 這個動作 那甚至有廠商會覺得 你是來勒索的還是幹嘛 然後 廠商可能也會不會理 甚至是他 不會 不太有能力來理這個事情 所以 造成很多的漏洞 沒辦法來幫助到廠商修復 而且 他會轉而流下 流向 譬如說地下 或者是犯罪 來使用 那 透過這樣的平台 我們希望 有漏 只要是有發現漏洞 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我們來幫你通報廠商 然後我們也會嘗試著 跟廠商建立良好的關係 讓廠商 可以 最以最快速的時間 來獲得漏洞的訊息 來修復 修復他網站的漏洞 那 所以在 發現漏洞到修復之間 我們要縮短那個時間 再來是 我們會協助廠商來修補 那當廠商修補之後呢 我們才會把這個訊息公報 公告出來 那所以 在這樣的 一個機制下面 我們 認為 我們也希望 他是真的可以改善台灣 大大小小的網站 的資訊安全 那我們也收 同時我們也收 資安事件的通報 我們會 比如說你發現 誰受害了 我們也會 以最快的時間來 通報受害單位 好 那 這個呢剛剛我們已經 在 一點的時候我們有個記者會 發表這個事情 那 記者會的錄影 以後 之後也可以在網上看到 那 就是 我們 詳細的說明一下 這個網站的一些內容 好 好 除此之外還有 我們還有新的活動 我們有個活動叫 HECON Junior 正在籌辦 好 那 HECON Junior 我們的目的就是 我們想走出台北 因為我們活動現在都在台北 那我們想要到各地區 或者是 各大 各大學校去 我們想要在 譬如說高雄 台中 甚至是東部 那 那只要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需要幫忙 因為我們人數真的有限 而且 就是在各地不一定有人 可以支援我們 所以 我們希望尋求跟各地社團的合作 譬如說你是資安的社群 固定的聚會 或者是你是學校的社團 資安性質的社團 電腦性質的社團 資訊性質 都可以 來接下我們 然後 把你的 Proposal提給我們 我們將來會公告 我們會有一個 Proposal 你可以審命你的Proposal 那 你可以審命說 我們大概觀眾有多少人 然後我們希望怎麼樣演講 然後 如果 我們就OK的話 我們會來嘗試著 安排 一樣就是安排最厲害的講師 就是HitCon的講師 然後或者是我們現有認識的 非常厲害的研究員 來 來參加這些活動 然後我們會把他們送到現場去 我們可以舉辦一天 或者是半天的活動 那 一樣目的是 就是我們想要推廣資安 那 這樣的活動 應該是 就是在學校 各地社群舉辦 應該都是不收費的 那就是 但是 在舉辦方面 我們可能會跟當地的社群合作 讓他們來主辦 那我們不只提供 內容 還有講師 那請密切注意 那我們也徵求贊助商 因為這樣的活動 但金額這個不多 就是 純粹是講師的策碼費 然後一些活動需要的 一些雜資而已 所以 對 尋求贊助商 好 開始進入我今天的正題 廣告完了 那 還先丟給 又一個問題 給各位 就是 大家認為 因為現在2015了 大家認為 2014 的 資安狀況 如何 是 2013的時候 有很多年底 這時候預測 所以 我聽到很多預測是說 漏洞會越來越少 因為那個 廠商的 Page 修改機制越來越多 譬如說 很多廠商加入了 很多什麼 沙盒的機制啊 然後讓 應用程式 就算有漏洞 也不會被 利用 然後 很多廠商有 開始有 收弱點啊 收通報啊 那 大家是越來越重視 資安的 所以很多人預測說 可能 針對漏洞的攻擊 會減少 但是 犯罪 就是用 詐騙的方式 提升 但是呢 其實 好像不是這樣 我舉兩個事件 第一個事件是 在6月的時候 20146月的時候 發生的有史以來最大的 DDoS攻擊事件 內戰內置事件呢 因為是打DNS 打DNS DNS也是非常大的攻擊目標 他流量甚至大到把那個 點HK的 TOP-LEVEL DOMAIN 整個DOMAIN的DNS 都打掛了 因為 回應沒辦法 白H回應 所以 內置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 也創了非常多的紀錄 那 也因此 我們在今年Hikon Enterprise的時候 邀請到Cloud Flare 來 跟我們分享這個事件 那 到底流量有多大 然後 他的攻擊到底有多複雜 然後來源從哪裡來 今年Hikon Enterprise的時候 我們有 有詳細的討論一下這個事件 那所以 對 有史以來最大的DDoS攻擊事件 再來是 人生有史以來最大量的 資料外洩 有超過一個TB 的資料 被公開在網路上 那 這場演講 晚一點 那個 我們也會請 那個 拳叉 AKA GasGas AKA 馬寶達 他就是 大大 來跟我們 講一下 Sony Pictures 的 這次的事件 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可能是誰幹的 然後 他造成了一些什麼影響 然後 他後面的分析 他到底是怎麼 怎麼打 很大的 公佈了哪些資料 這是我們大大會來共 分享這場 好了 但是我最想講其實 不是這些事件 因為事件還很多啦 就是每年的事件都很多 但是 2014其實最特別的地方 是在這裡 就是 我認為它是一個 2014 我們可以稱它為 那個 The Year of Legacy Vulnerability 就是 今年有好多好多 非常嚴重的漏洞 而且這些漏洞呢 漏洞呢 都是存在非常久的 影響非常大 那今年才 去年才被揭露出來 好 第一個是 Hubbley 好 那 我們今年在4月的時候 也因為Hubbley 3月10月的時候 我們 也舉辦了一場 Free Talk 因為這個實在是 太經典了 那 有太多的 因為有 非常非常多的網站 使用OpenSSL 的套件 然後 用這個套件 你其實就是會 有可能會遭受在 這個的問題之下 你的 一些網站的訊息 有可能一直的洩漏 那影響範圍非常大 那 它呢 也是 它也是存在 好像是好幾年的時間 在OpenSSL的 的套件裡面 兩年以上的時間 那 對這是 今年在3月的時候 被提出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漏洞 好 不只這樣 當然還有 那第二個是 Office的漏洞 這是 2014 1761 那 這個的嚴重程度在於 在 這兩年來 APT攻擊的最多的是 那個漏洞叫做 2012-0158 那 0158的 2012-0158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2012年的漏洞 一直被用到2014年 還在用 表示說2013年沒有什麼嚴重的漏洞出現 沒有什麼嚴重的Office漏洞出現 所以 所以壞人他們不會想 APT他們就不會想用 因為不好用嘛 那所以 他們還是持續用舊的漏洞 直到它出現 直到它出現 Office Office曾經被人家講過 它可能不會再有重要漏洞出現 好 那 但是呢 今年 被挖出了這個漏洞 而且這個漏洞是非常好利用的 那所以 當它被公佈之後 很多的 APT族群 很多的網路攻擊 就開始使用這個漏洞 來開始激發這種 惡意的DOC的信件 好那不只這樣 這是 今年也是在4月的時候 公佈的 1776的 Ie的0day 那 這一個呢 也是存在 存在了一陣子的時間 才被發現 那 因為它被 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indewire 就是已經是被拿來攻擊的 被犯罪集團拿來攻擊的 的 的一個漏洞 好的 所以 我們稱它為indewire 那 這樣的漏洞 就是 它 就是還沒修復 只要你用 Ie打開它的網站 就一定中 所以 那時候的攻擊 是非常嚴重的 好 不只這樣 那 再來是 剛剛講的 Office難得每一年 會有一個 嚴重的漏洞 發生 好今年就來了第二個 那 而且這個漏洞 這個漏洞被稱為 喔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好 我們 我們 剛剛講太怪了 好 那 這是下一 下一 那這一個是那個 6271 就是Share Shark Share Shark 我們也因為 那Share Shark 呢 Bines and Free Talk 那這個漏洞 存在25年之久 這非常非常嚴重 那 很多的UNIX系統 都會 因為它而被入侵 而且是可以直接拿到root的權限 那 影響的範圍非常非常大 那 甚至到現在 我相信 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機器 很多的套件 都有 這樣的問題 所以 25年之久的漏洞 非常非常 非常的經典的一個漏洞 好 那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好意思 剛剛破格 殺蟲漏洞 那是 Office 難得一年一個漏洞 那它是今年的第二個 非常嚴重Office漏洞 而且 它的 嚴重程度在於 它是 邏輯性的漏洞 不是那種 記憶體 譯出記憶體 其實你要寫 複雜的Explorer 才可以幫你做的 那它是一個 邏輯性的判斷 就是它 一個PowerPoint檔案 然後你加一個 EXE 那它就 你把它做成這個格式的話 它就會把EXE丟出來 自己拋起來 你只要打開它 然後就自己拋起來 那 那所以 要製作這個攻擊程式 非常簡單 所以它一出來之後 兩三天內 立刻 就看到 有人開始記這個 有人開始利用這個來攻擊 那 那這個也是 存在兩年以上的時間 就是因為它上一個 那個 參考的 那個CBS 20 MSE2005 的漏洞 那 但是那時候 修補完之後 還留下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 在去年被發現 它被打的時候 也是 也是已經是那個了 已經是 已經是 就是就是它在 被發現之前 就已經 被公開之前 就已經被 犯罪集團 已經在攻擊 在哪來用 好 那 還沒有完 今年在11月的時候 又被挖了一個 非常非常 經典 可怕的漏洞 然後 它存在 IE裡面 已經19年之久了 那 這個漏洞呢 可以攻擊 從IE3 到IE11 然後 可以支援 Windows 95 到Windows 8.1 通通可以支援 那就是 你只要有這個漏洞 你只要用IE開的話 那 不管你是 哪一版的IE 你就會被打 就 而且是 很容易可以觸發的一個漏洞 所以 這個也是 去年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漏洞 那 當然這個被公開之後 立刻一兩天之內 就攻擊就開始了 外面的攻擊就開始了 我們就開始 很開始看到這樣的樣子出現 好 所以呢 只要 以上的漏洞 都是非常嚴重的 只要任何漏洞 有一點疏忽 你的Page沒跟上 沒有在一天以內跟上的話 你就會怎樣 就GG了 就 2014 根本就是 GG的 因為 攻擊者有 太多的 新的武器可以利用 每個月都有新的武器可以利用 那 在我們的觀察裡面 其實 大部分的企業 大部分的使用者 根本跟不上這個速度 因為 企業的網管IT 他要Page 他上千台電腦 他搞不好花一個禮拜 都Page不完 那所以 對 這樣的 大部分的應變 都是跟不上 那 在這種 漏洞這麼多的年代 我們到底怎麼辦 而且 不只這樣 我們 我剛剛講的 就是 已經有很多年很嚴重 不只這樣 所以 我們 請到了 各種專家來 講各種GG 那 呃 對 剛剛國安也介紹過了 我可以再快速的講一下 那個 Bowen那一場 會講一下 他們 因為他們 在 很經常做伸透測試 所以他們就很 非常了解 台灣的企業 常見的問題是什麼 他們的網站 的問題是什麼 那 所以 Bowen那一場 也會 他也會順道提一下一個 非常 最近一個 非常熱門的賣票網站 的一個 還蠻嚴重 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樣 演講非常精彩 那 再來 下一場 也是很精彩 那 要讓 我們的GasGas大大 他會講一下 剛剛講的 Sony 的事件 不只這樣 因為Sony被懷疑是 北韓幹的 所以 他也會提到另外一個 也可能是北韓做的 一個事件叫做 那個攻擊南韓核電廠 的一個事件 他會分析一下 裡面用到的惡意層是 目的是什麼 然後造成什麼 破壞 那 再來是 有什麼建議 可以 防伴這種攻擊 那再來是 今天的壓軸 我們就稱它為 Operation GG 當然 GG是 Good Game 好遊戲 就是大家愛玩的遊戲 台灣最熱門的一些 安裝 遊戲的安裝檔案 經建 一些後門程式 而且 這些後門程式在我們 聽說 他並不是一般的 犯罪集團在使用 而是 網軍在使用 所以 我知道這個時候 這真的引起我非常大好奇 就是 他一次打 上百萬的使用者 那 一般的 這種 APD或是網軍 他打完這些使用者 之後 他通常是打有限的使用者 那他這次打了這麼多使用者 他真的處理得來嗎 他自己不會被 低DOS 這是我們非常好奇的 所以我們跟大家探討一下 這個活動 那 這場非常精彩 除了這次攻擊的分析 我們PK PK也會 解釋一下 那個 因為PK也做了非常多的調查研究 他會揭露一下 這個事情到底是誰做的 然後 他到底關聯到哪個攻擊 後面的族群的真相是什麼 好 然後 這場 因為 這個攻擊族群 連結到一個 已知的網路上 已經有公開包括討論的 攻擊族 他是一個APT的攻擊族群 所以 我們本來有要請到 因為那邊Paper是Kaspersky寫的 那我們有請到 Kaspersky的 那個 寫Bland Paper的人 來跟我們現場連線 不過 他現在 後來發現 他現在睡覺時間 所以我們就可能請 另外一位 夥伴來 幫忙 講一下 這個族群到底是什麼樣的背景 好再來是 當然 這個攻擊影響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這一次 在我們發現的第一時間 我們立刻的找了 趨勢科技 來幫忙協助 製作解讀程式 所以 我們也不是純揭了 我們也 也找了資安廠商 然後來提供解讀程式 來幫各位 來解決 這樣的問題 好 兩年半剛好 謝謝 我的演講就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就 歡迎那個 波瑋來跟我們講 今天第一場演講 謝謝 謝謝各位